新人党苏贞昌今天视察新北市中角湾冲浪极地苏魁脸泛白引发了讨论 他笑说这是因为涂了防晒油的关系 不过去年视察这里的时候沙滩很脏让他发飙 今天苏贞昌说沙滩很漂亮 还开玩笑的说要赖品鱼应该一起来冲浪 而出席的还有交通部长林佳龙 最近有一线的发言惹出了争议 对此苏贞昌勉励说林佳龙的口才很好 一直也在解决问题大家应该多给他加油支持 卷起裤管脱掉球鞋 行政院长苏贞昌一声轻便视察新北市中角湾冲浪基地 只不过脸怎么有点白 我看到说一定要擦防晒油 我从来没擦过 云南市防晒油擦太多了 其实这已经是苏魁第三度来到中角湾 只是去年12月底接牌时 苏魁发现沙滩有木桶等垃圾 让它大发飙 这回是否有改善 我刚才一路走来看到沙滩变得好干净 看到整个建设都完成 一定要维持这个水准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漂亮 国际客都喜欢来的地方 我觉得这边沙滩真的很漂亮 然后海水也冻得很干净 林小朋友都帮忙背书苏魁正机 疫情期间无法仰赖国际旅客 只好刺激国内观光 是否要找一名冲浪大使来代言 苏魁心中已有人选 被院长点到名 立委赖品渝笑得好开心 完全停不下来 另外被点名的还有交通部长林佳龙 因为9号苏回在院会中 暗示首长要接地气 而林佳龙近期许多发言都惹出争议 两人这回同台互动备受关注 你看他站在这里你还这样问 他讲的确实是各种状况 他是有心要把它解决 不要因为我讲了哪一个部位 就说这个是对林佳龙 上次讲的就说是对陈时中 不必如此 会不会我们很期待今天的行程 苏魁大力称赞林佳龙 用爱的鼓励取代斥责 只见林佳龙频频点头 但苏魁说的话只听不做 恐怕下次就不会这么好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